Easy 500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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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東西就是 Easy 850 500 加 350 就是 850 沒錯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鞋款有兩雙 都是來自於愛迪達跟肯定威斯特列明的 Easy 系列 相信各位都蠻熟悉的這個鞋盒 就是一種非常啃爺的味道 啃啃的味道 登 好不好我們先從Easy 500 開始 這雙鞋什麼外號呢 管你要叫它黑老鼠 黑魂還是歐魯魯反正這雙鞋呢 就是維持一個全黑的造型 而且根據不同材質它會有不同的黑色來呈現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鞋身構造 明顯來我個人覺得它有四層 哪四層呢算給各位看 1 2 3 4 慢慢聽我微微道來 微微要來了 不好笑 我們從它的鞋底來看 這個鞋底明顯來看就是來自於 Coby Bryant 跟愛迪達簽約的時候出戰略學第三代 對不對它這個鞋底 就是原封不動的直接把它抄過來 而且很特別的是這邊 這個鞋底呢 這一次就是沒有 Boost 加持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雙 Easy 500 呢 就直接打著 Easy 500 沒有 Boost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鞋底看起來下面這一層呢 天主的一個結構有沒有 就是有分區塊這樣子 但是 Easy 500 這一次就沒有掛上 什麼 Fit your wear 那種 那種縮寫的就是 Easy 500 這樣子 那接著我們看到中底部分 這邊有印著 RD Print Plus 為什麼會有 Print Plus 其實 RD Print 有分兩個東西 一個是 RD Print 一個是 RD Print Plus 那 Print Plus 主要在 功能就是在於回彈性 回饋性就是 它一顆球放下去的時候它會 那 RD Print 呢 它是一個球放下去 它會直接吸住 吸陣 那這個就是有彈性的感覺 所以這次用 RD Print Plus 做它的總底 鞋身部分呢 各位就非常熟悉啊 它就是用麂皮材質 還有透氣網布 去堆疊出一個非常複雜的鞋身這樣子 而且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個鞋舌部分的這個疤 這個疤的設計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向 Kobe Bryant 8 號致敬 然後這個東西呢 上面這個材質是會反光的 所以你在晚上穿的時候 這邊會一個疤會發光 然後其他部分好像也有一些地方會反光 這樣子 不同材質打造的一個鞋型 就是符合非常火燙的一個老鞋熱潮 所以這雙鞋呢 剛出來的時候 怎麼講 照片都說醜 開賣搶成狗 這一雙 Easy 500 的一個 寫照啦 接下來換這一雙 Easy Boost V2 350 你可以叫它奶油配色 你也可以叫它超級賽亞人配色 你也可以叫它 綠咖哩配色 都可以你爽就好 反正這雙鞋呢 各位非常熟悉啦 Easy Boost V2 呢 尤其安咩 整體就是這個樣子 還是要講一下 不然太不專業了 那它就是有百分之百 boost 大底做成的鞋底 那叫像primey材質鞋身 OK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 它這邊正常 V2 這邊會有一個SPL Y350 那這次已經完全隱藏起來了 那鞋號根部分呢 這次也蠻硬的 做光還行 我自己覺得還行 接下來就是各位朋友 最關心的一個售價部分 這雙Easy Boost V2 350 它的原價是8800 各位都知道吧 買過很多次了 那這雙鞋呢 炒價是大概是 9000上下 Easy 500 這原價是7600 現在炒到是 9000以下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呢 肯爺也曾經說過 就是人能到Easy穿嘛 那目前這個願望已經 基本上已經快要實現了 那關於腳感的部分呢 這雙鞋 各位都知道嘛 就是買 因為primey材質有點緊 各位建議是買 0.5到大 0.5到1號 那這雙鞋呢 各位應該比較想要知道 這雙鞋可惜 但是不是我的尺寸 所以我們請我們家的一個 一個公讀生弟弟來穿 那如果它的腳 神經是沒有問題的 根據它的答覆是 穿正常尺寸就可以了 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找他 然後他IG在這邊 沒有啦 這樣子 接下來最後一個part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然後講了 今天拍了兩集 口乾舌舌要吃什麼了 那既然是椰子 椰子就是要吃 椰子 椰子 椰子水 今天要跟各位喝的就是椰子水 好不好 那我們其樂份子呢 一樣每個禮拜四 晚上八點都可以在JUX Facebook來YouTube 看到最新一切更新 剛剛好滿了 吸管 真的是雞翠大家還不改為 好不好 我們其樂份子下次見了 掰掰